寿风箱111年新住民嘉年华10号登场 乡长刘耀宗及乡长当选人曾淑仪 感谢新住民姐妹在寿风箱落地生根 组成幸福家庭 未来乡公所会营造友善温馨的生活空间 办理更多成长课程 和新住民一起携手同心爱寿风 寿风箱公所举办111年新住民嘉年华活动 在寿风箱活动中心举行 寿风箱长刘耀宗表示 寿风箱公所就是新住民的娘家 乡公所村干市除了定期居家榜市 也加强了宣导社会福利业务之外 更鼓励新住民姐妹多参加社区活动 在嘉年华的活动就是成果的展现 对你们祖国的一个新住民的乡亲 和他的子女对他们的祖国的认识 以自信通过通过这个我们公所的交流 也能够宣导让我们在地的乡亲 能够认识我们育国的文化 乡长刘耀宗与乡长当选人曾淑义 除了欢迎新住民家庭成员一起参加活动 也强调新住民是台湾家庭与社会的重要支柱 希望透过活动举办让新住民姐妹 有一个交流休闲放松的原地 而未来乡公所将营造友善温馨生活空间 办理更多的成长课程 与新住民一起携手同心爱秀逢 记者综合报道